我们继续来看到 其实这几天有不少这个吃瓜民众都在关注的 就是汪小飞跟她的前妻大S的恩怨情仇 因为呢已经持续延烧了好多天了 我们来看到现在汪小飞她的妈妈张懒 已经透过了微博发布了十大声明 回应大S 在文中呢她也代替汪小飞表达意见 并且解释说自己作为母亲 了解孩子的委屈跟大度 因此不得不代表她说出她的苦楚 同时呢她也被帮汪小飞抱委屈的说 汪小飞啊为了大S来回 两岸飞了700多趟 好结婚十多年 她想要问问大S的是 你来北京几次呢 不过呢在这个声明稿的最后 她还是说尊重女方 也希望整起风波到此为止 曾在节目上大秀恩爱 如今大S与前夫汪小飞为钱杠上 但是汪小飞的母亲张懒强调 儿子还是给租生活费 还义付了五百多万元 张懒弄开直播 痛骂大S甚至发声明强调 当初汪小飞和大S协议离婚时 曾再三保证不会再婚 才会要求律师删去原有的赡养费限制条件 大S下午发文反击强调 每个月会收到一百万元台币 是作为身心受创的补偿 但前夫妻签的五百万 是要给孩子的存款 不过摊开汪小飞日前提出的明细 豪宅房贷一百零六万 孩子学费二十八万 电费司机加班费等全都是他付的 网友质疑大S究竟付了什么 而汪小飞最想逃回的床垫 大S也在二十二号找来搬家公司 将床垫搬到S Hotel归还 后来当场销毁 双方连日互杠中午 汪小飞也在微博发文 被母亲大骂汪小飞贴文 刚发没多久就删除 张懒直播依旧吸引不少观众 光是二十一号 二十二号 蔡英品牌成交超过两百万人民币 抖音平台直播 也有一百五十万人民币进账 等于成交一千五百四十九万台币 路美已赚麻了形容汪小飞上热搜的影响 SV战争看似暂时平息 但这次爆出的天价豪门帐 也让网友们沉默结舌 记者离清成交人台北采访不倒 好 当然其实现在大家也都来讨论的是 这个千万元的床垫睡起来 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有没有比较快睡着 是不是比较不容易会失眠呢 大S已经把床垫运回了S Hotel 饭店方还直播当众处决床垫 结果被拍到说 其实根本不是价值千万元品牌的床垫 因为你可以看到 Logo其实并不是海斯藤的床垫 专家预估是另外一个英国的品牌 市价大约是新台币十万块钱 好 因此外界也不禁怀疑说 那一张被销毁的床垫 可能只是替代品 好 对此 饭店方则是回应 床垫确实是从大S家里头送来的 不过因为自己也并不是专家 所以因此这张床垫到底是价值多少钱呢 并不清楚 现在只能够等当事人出面说明白了 在新北市的永和 有一名唐宝宝 日前晚间买了40块钱的乍物 没有带钱 结果被老板怒吼 同时还报警处理 好 唐宝宝的妈妈 他愤而上网po文指控并且散发传单 引爆了网友的怒火 群起围剿炸物店的老板 好 对此呢 这间炸物店被迫暂停营业 并且传出老板现在因为压力太大 身心都出了状况 如今呢 炸物店的房东也说 老板已经回到南部去休息了 并且考虑要把店面顶让 来 大家科普一下喔 水神呢 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